今天我们来的这家宣纸店 Hirami Paper Incorporation 有着23年的发展历史 那他们家的宣纸用途呢 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比如说毛笔书法 水墨画 手工制品 数码打印 家居装饰 等等等等 同时呢 Hirami Paper 也让中国传统的水墨书画艺术 在美国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和发展 相信大家一定都非常好奇 那就请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Hirami Paper殿里 有成百上千种 从不同国家进口的纸 这些国家包括了 日本、墨西哥、意大利、泰国等等 那么这么多的纸 都有什么区别和用途呢 电源Yana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 所以, basically, there's two categories that this paper is used for one is art and one is conservation so the art there's the all different kinds of art from printmaking to drawing to calligraphy to book art to digital and painting everything and then conservation is basically kind of the repair of from classic old artwork to documents, to books, to the backing of artworks. Zomishi 纸是采用丝印技术的日本产纸。 您可以按需剪裁。 至于框架内,放在家中做装饰。 您也可以把它们用作书皮、礼品包装、拼图材料, 甚至是背景幕布。 Katakatsui 纸来源于日本。 其表面的多孔设计非常流行于室内装饰。 人们可以将它放在墙上,或是置于两层玻璃之间。 这种纸质地坚韧,经常被人们用于餐馆和家居装饰。 QCC 系列用纸也产于日本。 这种纸在制作过程中使用了空泥压库粉末, 使其产生褶皱的效果,并增加其韧性。 造纸者再用不同的染料上色,增加其装饰性。 这些纸张有不同的纹理、质地和颜色。 QCC 系列用纸可以用于打印、礼品包装、图书装订, 也可以用于请柬和菜单的制作等等。 我认为我们的招牌很流行。 甚至有很多工艺艺术师, 各种各种艺术师,都想要用大小的纸质。 这些很难乱用, 但我们可以用大小的招牌, 手机、大小的工艺术, 和工艺术师。 这些用于装饰的胶带叫做Washi Tape。 它们在日本最近非常流行。 您在颜色和图案上都有多种选择。 这些胶带用于请柬制作、聚会装饰等等。 当然,您也可以用这种胶带装饰墙壁, 您还可以在这些胶带上写写画画。 这些手工艺品都是用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制作而成的。 成型后的这些水果和蔬菜很自然的粘合在了一起。 顾客可以从羊桃、奇异果、红萝卜等等原料制作的 这类手工艺品中获得多种选择。 这面墙上各种各样的纸张是用桑圣、纸浆为原料制作而成的。 这些纸可以用于书画艺术品的创作和修复。 此外,按照一定规格剪裁后,这些纸张还可以用作打印用纸。 对,这些纸是很不同的。 这些纸是创作用的创作用的创作用。 创作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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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作用。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纸是非常传统的日本纸张。 这些纸张与日常的打印用纸非常相似。 这种纸质质地坚韧且不含酸性亦可以用作打印用纸。 我们店里也提供卷筒包装的手工打印纸。 第二,有些人喜欢创作用纸材质。 所以我们提供各种各种纸材质的创作用。 你可以看到纸材质的创作用。 或者是纸材质的创作用。 还有大小的创作用。 还有很小的创作用纸材质。 您也可以把这样的纸放进打印机。 当然,这种纸的厚度会为您增加一些小小的难度。 另外,您可以透过光线看到中间的纤维纹理。 这种不单纸给您一种不同于普通打印纸的触感。